新中和社区大学和永和社区大学 这次透过共创城市生态系的共同大主题 让师生们共同创作发想 从不同角度切入 创作属于中永和在地的城市生态系 其中林中北老师指导的插画班 除了设计生活中实用的贴图以外 还以友善动物的角度出发 挑选了22家友善动物店家 并制作成地图 希望借由插画作品向社区推广动物平权 不管是人还是动物 都是都会生态的一部分 从动保议题做出发 探访中永和22间的友善动物店家 然后一路把这些东西把它画下来 把这些东西画下来 然后我们做成一个大地图 同时在这个地方 透过这些店家去宣导这个动保的概念 然后在中永和这种人口密集度这么高的地方 去催生所谓生命平权 然后去推广人与动物共生的这个理念 那在下半年我们又再加上中和社大的同学 他们利用LINE贴图的方式 然后去呈现出在这个地方生活 这种高压环境生活的这些市民们的生活的酸甜苦辣 去展现出他们对于在这边的心声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展区透过这个地图 延展出来不止在地的所有的那个 动保生态还包含在地市民的生活 人与动物跟环境成为一个三度空间 让这个展出它变得很有温度 很有立体感 双和好好生活节共创城市生态系展期 已经进入最后一周 各式的画作 手工DIY 陶座等不同作品 展现各种面向的城市生态 欢迎大家把握最后的机会 一起来欣赏学员们对生态城市的想象 记者赵世渊 新北参访报导